大家好,我是老万 我这会在江苏徐州银样房车 我们的深度试驾又开始了 看我们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深度试驾,老万是认真的 这次我们深度试驾的车是江苏银样 基于700P底盘打造的远征号C型房车 700P的房车最近比较热 但是有很多车友比较纠结 喜欢它的优点 但是又担心这个车会不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缺点 用着怎么样 我们就将通过三期的内容 分别从底盘的部分,上装的部分 以及生活使用的部分 给大家深度体验一下这台车 这两天全国都降温 徐州的温度居然跟北京一样冷 你看我穿的这么多 所以我们正好也是这个机会 因为银样是大水大电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不进营地 荒山野岭 我们要深度体验一下 它这个大水大电究竟怎么样 还有这个车的保温隔热怎么样 我们带来这一堆东西 就是要做深度的试驾 没有装备你是不可能做了深度的试驾的 那都是假的 银样700匹远程号房车有三款布局 我们这次深度试驾的是它的纵床板 大家看这三个舱门 其实不是储物空间 都是它的检修口 纵床板 它后面就没有一个大通舱 这个位置是它的外置厨房 所以我们得把东西装到对面那个舱门去 这是它外边唯一的一个储物空间了 对于700匹底牌的车来说 它这个储物空间确实不算大 但是它另外两款布局 后面那个大通舱 储物空间很大 睡一个人都没问题 如果您要买它这个纵床板 给您一个可以的建议 就是外边的那个厨房 如果不要的话 会增加一下它的储物空间 它这个储物空间不大 我们摆东西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技巧了 这个也是房车旅行的一个必须学会的知识 怎么装 装到它差不多了 最后我还得把这个装筒带上 这个东西可不能落下 到底干啥用 你们一会就知道了 我们东西都装好了 三天两晚的深度试驾马上开始 我们先上车 这个车的底盘比较高 所以上的时候一定左脚踩着这个 然后直接上来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座子 和我们这个青客 和我们家里小车完全是不一样的 主要是它这个方向盘确实是比较平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座椅 它其实跟青客类的车 它这个座椅可调度还是有的 另外它也做了一些座椅的包袱 整体感觉还可以 它这个位置是可以选配这个去选座椅的 但是我们这个车没有 这个车没有 由于滠小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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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后面没有车 封闭道路 我们专门找这么一个地方 把这个桩桶一字排开 两个桩桶之间隔25米 这是模仿了一个 死拉龙曲线行驶的测试环境 因为700P里边这个车 实话是说我 形式也根本开不着 对于它的操控性啊 在这种曲线的状态下 到底好不好还一点 心里也没有数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测试呢 就是想真实的测试一下 它在车身有一些测轻的时候 到底支撑力怎么样 按不安全 还有就是这种变道行驶 变向行驶的时候 到底好不好开 能不能够在一定安全技术上 行驶的比较顺 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测试 来达到这个问题 做完这个死拉龙 实验啊 我感觉还真是挺深刻的 就和乘用车比起来 差别太大了 第一 它这个方向盘的矿量比较大 转弯的时候 需要打的圈数比较多 你像这种曲线路况的时候 要求你速度特别快 你才能完成这个曲线行驶 另外这个车的高度是3.35 接近了3.4 虽然它底盘的重心 里地是一米二 重心已经算是很低了 但行驶过程中 它确实还是挺晃的 但是晃的时候呢 我又感觉到这个支撑力 真的是挺不错的 它不至于说 你换完之后 感觉车要失控 因为我们这个死拉龙的实验呢 其实是模拟一些 你们在行驶的过程中 会遇到的一些特殊的路况 所以在这老万也要给大家建议 遇到这种路况的时候 真的一定要降低速度 这样车辆才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银翼700P底盘风车 老万的深度试驾系列视频 第一期 我们在这要做一个总结 主要说的是700P的底盘部分 这个底盘呢 它有三个优点 第一就是它的高可靠性 号称是50万公里 无大修 第二就是10吨的承载力 满足了你对大水大电的需求 第三因为它是平头卡车嘛 所以很多厂家用它这个特点做出了大空间 我们很多车友关注这个车呢 也基本上是奔着这三点来的 但是今天呢 老万要给大家放一句狠话 因为这个车啊 它是用来挣钱的 号称是一代神车 但是呢 它不是用来作为房车底盘的 所以它的舒适性肯定不会让你特别满意 那么我就开了自己天之后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体验到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嘛 首先 这个车 在高速上开起来的时候 它的操控性 真的是不如轻卡房车和皮卡房车 你买了这台车之后 你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可能感觉会一天比一天好 但是第一天可能感觉落差会比较大 而且它这个驾驶式的坐姿比较高 上汽的时候我们需要拉着这个拉手 要踩着这个踏板 如果说年龄大的或腿脚不好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考验 另外呢 因为它是干活的车 所以它在驾驶的感受的过程中 其实不是那么友好的 坐姿比较高 方向盘开起来 框链也比较大 做一些大的转向的时候 身体要前轻一点 而且要多打好几圈 行驶的过程中呢 速度到80到90的时候 噪音就比其他的底盘的房车要大一点了 当然这个车也不建议大家开的太快啊 5.2T的柴油发动机 导致它的油耗比较高 高速我们测了是16.5个 综合路况可能就会更高一点 后面呢 因为需要满足10吨的承载嘛 它过一些勾勾坎坎的时候就会比较颠 后期据说这个钢板会换成7吨的 可能它会好一点 整体呢这是一个货车的底盘 这架式的配置也比较低 只有一个定速巡航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一句话 它不是为了让我们舒服的 它是一个货车底盘 只要这个你能接受 那你可以继续关注700P底盘的房车 如果你接受不了 我建议啊 您都不用看我关于这个远征号的第二期 深度试驾的视频了 第二期呢 我们是要说它的房车的上装部分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